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庆行业的巅峰对决 这里是梦想和匠心的舞台 这里是残忆和激情的秀场 晚座同心节 我做的 好可爱啊 连心来生 连心来生 连心来两个酒 我天哪就选她了 连心跨跨 连心跨跨 因声音节语 为幸福发声 让我们再度回眸 新采分成的第二届婚礼计划统 突围赛 加油喜事 就喝金事元 您现在收看的是 金事元酒夜冠名播出的 原来有爱婚礼计划统 第二届江苏省婚礼主持人大赛 加油喜事 就喝金事元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金事元酒夜冠名播出的 第二届江苏省婚礼主持人大赛 婚礼金话题 评委挑选大屏幕上 选手所给出的标签 标签所对应的选手上台 进行五分钟自选主持 三分钟才艺秀 展示结束之后 评委现场亮灯 两盏及两盏以上 极为晋级 否则淘汰 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最想看谁 00后的大叔 大叔 为什么选大叔 00后被叫大叔的 我觉得应该 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想看到他 很期待一下他的长相 对吗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 00后的大叔 究竟是谁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 中午好 您相信一见钟情吗 从业七年 我主持并见证了 近千对新人的婚礼 每一对新人 都有属于自己的爱情故事 和对婚姻的理解 今天的这对新人 他们的故事 让我对爱情 又有了一个 更深层次的认知 男孩来自东北 女孩来自江苏 他们辗转过很多城市 也做过很多份工作 但都不尽如人意 也许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 在2016年的三月份 他们一同走进了同一家公司 走进了同一个办公室 人世间最美好的相遇 就是在晦暗的时光里 出逢你的微笑 而念念不忘 我想 也许是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 才让他们 有着更多的 开心 欢乐 今天 他们用三年的感情 三年的经验 积累起所有的美好 来呈现 这一幸福的时刻 在这里 作为今天的主持人 我有一个小小的恳请 是否可以恳请您 携带好自身的一份优雅 亦或是风度 在稍候的时间 愿意为他们 想起一次又一次的喝彩 亦或是 在他们需要爱 需要鼓励的时间 为他们想起 一次又一次 走行的掌声 你们 准备好了吗 谢谢 谢谢 有才艺吗 有一段唱歌 唱歌 来吧 小城故事多 充满喜和乐 若是你到小城来 收获特别多 谈的谈 说的说 小城故事真不错 请你的朋友 一起来 小城来做客 好 谢谢 到这来 其实不是批评 就是为了你在这个 婚庆司仪主持的 这条路上 走得更好 能够走的路 走得更宽 我们才说一些 就好的咱们就先不说了 像你声音啊 包括你刚才 清唱的这首歌 我觉得都特别的好 那我们现在就说一些意见 仅供你自己去参考 第一 还是说到形体的问题 我觉得特别的奇怪 这个中段是往下塌的 就是不够挺直 你知道吗 第二点 这边 这边感觉 心里 心里有一种 好 准备 开始了 然后你的气息就 然后你所有的说话 全部是在这个胸腔椅上 都没有放下来 你知道吗 你要这样 给我们所有在座的会 有什么感觉 我们特别累 然后还有 在台上 我们每一个细节 都是要讲究的 你刚才有一个手势 我觉得做的特别的不合适 就是你有一个我 你看 你用的是这个大拇指 这样了一下 这样和这样 哪一种更真诚 更温馨 对对对 确实站在这个舞台上 有一点点的紧张 并没有像 在主持的时候 那么的放松 对 别说你 我坐在周老师旁边 我也紧张 前辈 受教了 不紧张 你为什么叫自己大叔 其实两个原因 我并不是00后 我是长得比较老 但是可能看上去 会显得年轻一点 那为什么要给自己 贴个00后 因为我现在 就是以后服务的对象 可能都是00后 这样的 你是00后新人们的大叔 是这样的意思 对对对 是这样的 作为长辈主持 这个这个标签 我们理解了 我觉得婚礼开场 不要有那么长的篇幅 很多人不会听到心里去 要用心 简短的语言 让人家能够听到心里去 能够记住他们就可以了 所以我讲真的 刚才综合两位老师的说法 我是觉得 李玲老师代表的是什么 她代表的是客户 代表的是市场 给你的建议 周老师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专家 在这个舞台上的专家 给您的建议 那我代表什么 我代表新人 我代表广大的观众 所以我们俩 可以真诚地交流的点 就在于 你刚才的这些 真的没有打动到新人 反倒是 你刚才的那段歌 所以我们刚才也在说 如果你开场的时候 不说那么多的话 上来 你用小诚故事 作为开场 唱两句 就这么清唱 来宾一定会震撼的 觉得 这个主持人不一样 我们是希望你好 好吗 我真的是想按灯的 但我再考虑一会儿 好不好 来 我们考虑一下 给结果 你是没想到吗 真的 我真的没有想到 真的 我觉得我可能会被淘汰了 真的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加油 我觉得这次你来选 你们让我选 那我不客气了 我就想选第一个 惠子台 涌动机 我到底来看一看 这个涌动机 是怎样的 来 有请这位选手登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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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一个老人这样说过 他做了一个手术 所以在他生病休养的时候 行动很不方便 夜里两三点 他伤口开始疼痛 但偏偏在这个时候 他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于是他轻轻地拍了拍 身旁的老蛋 老伴起床之后 就去给他倒了一杯水 这杯水不需要任何的言语 而只需要这么一个拍手的动作 你说这杯水 有多贵 所以婚姻和爱情 到底是什么呢 是花前月下 贡赏樱花 或者烛光晚餐 甜言蜜语吗 是什么不断争执 或者共同成长吗 都不是 是你们在共同经历了 岁月的磨洗之后 剩下的那一点 不需要任何言语 甚至眼神的交流啊 所以这过程当中 不管我们会发生什么 将要面对什么 我们唯一能够把握的就是 这一辈子 就是你了 说起赵磊和魏华的爱情 赵先生很不好意思地和我说 他们的爱情很简单 开始的开始 用最寻常的相亲 相识相恋 最后的最后 又以最寻常的方式 结婚 相守相伴 我说赵先生 你是一位智者 因为每一段 看似平淡的陪伴之后 都是深情在涌动 所以二位 你们如果已经准备好的话 就请牵着彼此的手 和他一起 共同踏上 你们人生 新的旅程 叫什么名字 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叫惠子 今年22 你刚才的那段 我说实话 有打动到我 特别是那杯百海水 就是你的描述 是那种不着急的 不慌张的 所以就是我们 如果在婚礼现场 说实话 我会觉得 看上去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但是你一定是对爱情 对生活是有理解的 我就属于那点 特别低的那种 我要在婚礼现场 你刚刚这一段 如果再配上那样的音乐 如果我跟新人 又是亲朋好友的话 我真的会流泪的 虽然你很年轻 但是我最好奇的是 你为什么叫 永动机啊 小小的姑娘 你哪来这么大的 我觉得 我就是一个特别 就是什么事情 都非常有动力的人 然后其实我是 后跨入这个行业的 我刚学习婚礼主持 也就几个月的时间 你才学几个月呀 对 然后我是就是 自己做卖衣服一类的 然后从十几岁 一直就自己在工作的这种 然后就是我是一个 随便遇到什么事情 可能当时我会很难过 但是我很快会调整起来的 就是我觉得像一个 发动机一样 就是我会很容易开心 很容易满足的一个人 我在你这个年纪 我说实话 没有你就是能够这么淡定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小小的年纪要这么辛苦啊 我感觉我就是从骨子里 就是闲不下来的那种人 然后我就是一直感觉 自己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 你忙到什么程度呢 你跟我们来说说看 反正就是我做很多种事情 不光做主持啊 然后卖衣服啊 然后我还就是自己电商 也卖一些东西 就是很忙 就基本上到现在 我已经一年多 没有看过电影的那种 到这种程度 就每天很忙 从白天一直到晚上 我十二点都才结束工作 才会回家 每天都这样吗 对 每天都是这样 就一天 我感觉我自己要胜任好几个 去做好几个事情那样子 为什么把自己逼得这么狠 我还想就是 自己有能力 带着爸爸妈妈 外去外地旅游 我不想说二十多岁 然后就拿着家里的钱 或者怎么样 反正从我工作以来 我是从来没有花过家里的钱 家里的话 我也会给家里买很多东西 然后我还有一个妹妹 然后她的衣服什么鞋子 我从来都不会让我妈妈操心 就都是我去给她们买的 好正能量 就是真的像一个 带着发动机的美少女 对不对 在我们有选择的时候 千万不要选择安逸 我觉得这是对每一个女生 最好的一个鼓励 对不对 我觉得比赛是可以让一个人 进步最快的一种方式 所以今天你来到现场 我觉得这是 对你最好的一个锤炼 你刚刚讲到的 就是一些内容 我觉得在小朋友的十周岁 这些你可以作为一个特长 去发展 又拓宽了业务 谢谢老师 拓宽业务面 不仅仅是做婚礼主持人 还有很多的舞台可以等着你 很多人说 今天三个女评委 哇女生来了压力很大 谁说的 我们就要颠覆这个说法 我们的比赛是公平公正的 只要好有潜力的 我们真的都想帮他一把 对不对 所以期待一下你的结果 好不好 来 请看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恭喜 晋级 加油 继续努力 加油 来 各位请看大屏幕 我们来看一看 主持界的皮尔洛 他到底是谁 有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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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爱情 我们很难用一种方式去定义它 因为每一段爱人之间 都有他们独有的印记 关于王明和李芬的爱情 我想和大家分享两个数字 16年 1572公里 16年是他们两个人 爱情跨越的时间维度 从2002到2018 整整走过了16年 1572公里 是徐州到广州的距离 我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 距离真的可以产生美吗 直当我遇到了王明和李芬 我确信了 16年 他们经历了青葱校园的纯真青涩 让他们懂得了什么叫做初心不忘 他们也经历了异地恋力 那些想见又不能见的思念 16年 从校服到婚纱 从心上人 到枕边人 花味渐浓 茶味渐醇 倾心相守 冷暖相伴 而在今天的婚礼现场 我们唯有为他们送上 一次祝福的掌声 洒满 全场 背得很辛苦吧 还好吧 这一段 真实的故事 对 是我在去年10月1号 主持的一场婚礼当中 但是我们看到你的标签 叫主持界的皮尔诺 为什么会跟球员联系到一起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名球员 足球运动员 你是运动员 对 而且我特别喜欢皮尔诺 他在球场上的位置 和我在球场上的位置是一样的 中场 对 能够攻守转换 控制整个球场的核心 掌控能力特别强 他今天来一定 我觉得应该是深藏不落的 既然能从运动员转到婚礼主持人 应该是有两把刷子的 你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才艺吗 我今天才艺就是和足球有关的 但是因为场地限制 我通过一段大屏幕来 向大家展示一下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成为运动员的人他一定有很强的毅力 对不对 因为要吃得了苦 每天练球很辛苦吧 对 因为我现在还在我们那城市带一些小朋友训练 做一些轻训方面的一些东西 我就想知道的是怎么样跟婚礼主持产生缘分的 是有一次我家里我姐姐结婚嘛 然后我看到那个思仪老师主持挺好的 然后我问他 我说老师我想学一下主持 您觉得可以吗 老师看一下说小伙长的还算可以啊 可以去试试 这个要靠自己后期的自己去琢磨 然后我说那我试试吧 然后就慢慢的刚开始接触到这个主持当中 我觉得挺简单的 但是一旦接触到这个主持上面以后 我发现真的挺难的 但是我又比较喜欢他 是这样一个缘分 主持多长时间了 今年是第三年 第三年刚开始 也就是两年整的时间 两年多的一位主持人 周老师来点评一下 主持界的皮尔洛 其实我看了你的资料 我觉得你的精力还挺丰富的呢 足球运动员 足球老师还当过兵 所以说我觉得他有这么多的经历啊 特别他还教小朋友足球 我觉得通过你刚才第一段的这个讲述 我觉得你是一个内心情感特别丰富的一个孩子 是不是这样 是的 谢谢老师 我觉得你是真情实感的在讲述 但是对你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啊 你在评述他们俩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要跳出来 不可以是一个情绪 这样就有点胡子和眉毛连在一起了 对吧 如果说你这样再能够区分的好一些 我觉得会更吸引人 对吧 主观讲述他们的故事 客观再评价他们的这段情感 我觉得会更瞎吸引人 再长你要说的动听 我们也觉得会听下去的 是不是这样 是的 谢谢老师 谢谢 就作为一个婚庆公司怎么去选主持人 一般我们如果没有合作过的主持人 我们会从婚宇或者是他的主持央片去选择 选择主持央片的时候 我们会先看团队 如果这个团队在本地区或者是附近地区比较有影响力 我们会比较信任 其实现在很多主持人 他就特别的注重细节 特别的尊重婚礼 他们一般跟我们沟通的时候会问我们 你们这一次选我去做主持人 这一场婚礼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这一场婚礼的主色调是什么样 他会根据我们的婚礼风格来选择他的着装 甚至他的领带 我是作为婚庆公司的代表 所以我说的没有两位老师专业 只是表象 您又开始谦虚了 真是 所以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其实都是夸你的话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你 来 我们期待一下你的结果 恭喜全票通过 晋级 我觉得今天舞台上真的是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 而且关键一个点就是他们都很走心 他们都很真诚 所以在这个舞台上也收获了更多的掌声以及这张晋级卡 因为就是我发现我今年有很多单子 他们都是一看我的照片 就觉得我长得很舒服 又记着两个酒窝 天哪 就选他了 一位颇具喜感的男生是怎么成为女神的跟班 那个时候在青猫还有给我的定位当中就是这个男孩子有点大舌头 而一位自称大舌头的男生又是怎么成为伶牙利齿的婚礼主持人 广告之后 为您一一道来 加油喜事就喝金事元 您现在收看的是金事元酒夜冠名播出的 原来有爱婚礼金话筒 第二届江苏省婚礼主持人大赛 来 我们继续来看标签 你比较关注哪一个标签 我觉得这个女神跟班不错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请上女神的跟班 这个是我 中国人是十分在乎数字的 比如说有的人会写过的 会觉得逢六就顺 也有的人觉得逢八会发 还有的人觉得 如果婚礼的时候 和九字重合 那么两个人 一定能够长长久久 今天的一对幸福只能够猪人公 他们也有很多 自己在乎的数字 因为这些数字的背后 都包含了很多 他们当初的故事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组 数字是521 我爱你 五年前的时候 这个姑娘和这个少年 还在军校上学 军校的男女比例 非常的悬殊 一眼望去全是男孩 但是就是这样 百里挑一的缘分 让这个女孩 遇到了这个男孩 这个男孩也很心动 所以在毕业的时候 他就表了白 但是奈何 在毕业挥别以后 因为女孩在新疆 他却是江苏南通人 而难得一见 缘分只能 在心里 草草地 说吧 遗憾 所以 说到这里 相信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那种异地恋的痛苦 但是他们还有一个机会 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组 一三 一四 一生一世 这组数字 又有他们怎样的故事呢 女孩 她不是一个 善于表达的人 但是在遇到这个男孩以后 她变得十分勇敢 在男孩去山东 实习的一次路上 女孩直接从新疆的乌鲁木齐 跨越了三千四百多公里 飞到了实习的那个地方 见到的那一刹那 男孩 再也克制不住了 从此 他们开始了 三年的一地恋 一地恋是很辛苦的 我们可能很多人 没有体会过那种相似的痛苦 也没有人体会过 那种 爱 但是很远 触碰不到的难过 有一次 特别特别的意外 这个少年 他在出去军训实习的时候 受伤了 他在医院里面 男孩告诉自己 我是个男人 我是个军人 我是很坚强的 但是女孩还是心疼 他再一次鼓起了 自己全部的勇气 这个不善表达的女孩 再一次冲到了 他在的那个医院 刚见到的时候 男孩 泪水再也忍不住了 他拉着女孩的手说 我想给你一个承诺 从此 四季相伴 五二一 一三一四 我爱你 一生一世 接下来就让我们现场 所有的来宾把目光 看向幸福开始的地方 共同为他们做一次 爱的见证 好 这一段词是你自己写的吗 对 是我今年五月份 主持的时候 为他们创作的 还不错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 这种数字 会令大家 其实还蛮耳目一新的 那你是女神的跟班 这个真的是令我很好奇 因为我刚刚想的是 女神的跟班出来 应该是比如说 像我们这边 这个新郎一样 对吧 这种有这种保镖的气质 就你这一出来 还挺有喜感的 你怎么会成为 女神的跟班 因为我大学 学的是广播电视嘛 所以对自媒体方面 有一点理解 当时我就被选到了 茶文化研究会 我们当地茶文化研究会的 会长的秘书 我把会长称为女神 因为她的年龄 其实比我妈妈还大 但是我觉得她的人生智慧 是我值得学习的 这才是我心中的神 你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 你的语言节奏 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刚才你那段词里面 有几个节奏 让我特别地 就是接不上 会突然间 啪啪啪啪 停在那了 就 你倒是说呀 就这种感觉 其实平时 就是你训练的时候 或者练习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录下来 录下来之后 自己回听 这样其实是能够 找到自己的问题的 来这个比赛 其实是很好的 来帮你找出你问题所在 谢谢老师的指点 我会继续努力的 你说她 她一直就对我们微笑 然后把两个酒窝露出来 给我们再装可爱 是不是 我没有 酒窝是不是你 跟别人打交道的秘密武器 说实话 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就是我发现 我今年有很多单子 他们都是一看我的照片 就觉得我长得很舒服 尤其这两个酒窝 天哪 就选她了 甚至都没看我的主持视频 我就觉得感谢我的妈妈 给了我酒窝 对 你酒窝征服了所有的客户 对 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有一点 还想跟你交流一下 就是我们一般 就是穿西装扣扣子 会扣上面一个 解下面一个 对 您这个解上面一个 扣下面一个 他应该是忘记了 不是 我刚才从那边走过来 太紧张了 扣错了 所以你每次上场之前 一定要再检查一下自己的着装 是 对 这个很重要 要养成习惯 好吗 好 来 你有什么才艺吗 我的才艺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的那个优势就是年轻 所以我想给一段 年轻的这样一个才艺 就是以段子的形式呢 把这个歌串起来 你说正好和单位老师来聊一下 我对于这个婚礼上 互动的一些看法 好 还蛮吸引的 好 谢谢 因为这个很多 我和客户对接的时候 他们就会要求说 男主持后场一定要嗨 前场我们这个视频看过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推荐他们一些 节奏感强的 并且是大家接得上的 互动力高的 以这个我自创的 在抖音上看了以后 学习的一首歌 是这个 喜羊羊 喜羊羊 灰太郎 灰太郎 我喊喜羊羊 你喊灰太郎 喜羊羊 灰太郎 对 天空飘来五个字 那都不是 善儿 对 如果说就是这样的 就是可能现场 他会有点紧张 但现场会稍微好一点 不好意思 那第二首 如果他们听到这儿 这个节奏感的 有没有舒缓的歌呢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会想起 我家乡的一首老歌 唱到这儿 如果他还是不给我这个通过 不选我的话 我就会学李嘉强 Oh my God 快选我 快选我 慢慢地越来越放松了 包括各位导师也是 想选我快点了 如果您还不选呢 我只能和您删个琴了 我的好兄弟 心里有苦你对我说 人生难得起起落落 还是要坚强地生活 哭过笑过 至少你还有我 好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凯旋是否可以顺利地晋级 恭喜你 恭喜 梁晓晨晋级 谢谢 有什么感受 老师我可以和您握个手吗 谢谢 哇 果然帅气的人不是带刺的 哎呀 果然有九互的人都可以 好 谢谢 你挑哪一位呢 那我来选一个吧 选哪一个 大舌头的IT男 大舌头 我们是主持人 主持人 对 大舌头能来主持吗 这个还蛮好奇的 我蛮好奇的 对 好 那我们就来选这一位 请上大舌头的IT男 加油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浩瀚的宇宙当中 都是从平坦或是不平坦的地方开始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宇宙里孤独的发光体 永存于无数相似的星辰中 两个人的相爱 就是宇宙中两块相同发光体的相遇 为了彼此改变轨迹 我们今天的梅龙和小雨 他们将是这一千两百五十亿个星系中 最耀眼的那两颗 此刻 现场星空闪烁的震撼之感 向身处迎合星辰中 我相信 每个姑娘都想拥有一场 这样浪漫的星空婚礼 梅龙 我相信你一定做好了准备 对吗 出现吧 每个男孩 对于自己的婚礼 都有着无限的憧憬 梅龙 来吧 缓缓转身 我们来期待 这一幸福的时刻 现场的朋友 此刻 让我们将目光 送向幸福的远方 我们这座城市最美的姑娘 小雨 将要穿上婚纱 缓缓入场了 也许 你未曾留意过这世间所有的美好 但是我想告诉你 没有什么风景能比得上一个女人 穿上婚纱 让她更加的美丽 梅龙 深呼吸 我们一起为她倒数三个数好吗 三 二 一 愿世间所有的美好 与你们环环相扣 此刻 很难用语言去描述 关于梅龙此刻的心情 今天所有美好的瞬间 将凌结成生命里最浪漫的永恒 梅龙 小雨 来 面向前方 带着彼此的承诺 在所有亲黄祝福的掌声中 走上属于你们的幸福人生 你的这个标签上面叫做大舌头的IT男 大舌头是什么意思 我之前其实是一份就是IT的工作 那个时候在青猫好友给我的定位当中 就是这个男孩子有点大舌头 后来做了主持了 人家就会说 你以前不是大舌头吗 你还能做主持 我说没办法 练哪 第一次主持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主持是在2016年的1月1号 那是一场外场 元南太忙了 找不到人 然后婚姻公司就会请我去 哇 那时候做了很多的准备 然后第一场很成功 就一直做到现在 那现在有做了大概多少场 有算过吗 有算过 第一年的话 因为刚出道很少一百多场 第二年就变到了二百多场 一百多场不少 对 不少吧 在我们那算少的了吧 你们那一般 比如说正常多少场 像我现在正常的话 将近三百场 三百场 基本每天都有了 为什么会从一个IT男来做主持呢 也是有恩师的引荐吧 听别人讲说 做主持人特别地赚钱 但是后来入了这一行 你是这么多选手里面 第一个这么诚实的讲述这句话 那你主持这么多场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 就有感触的 或者说一些新人 特别的一些这种故事在里面 让你难忘的 应该说真的有特别多 就是一个主持人 你们在主持的时候 能主持主持人留下连累的话 我相信真的是走心了 刚开始做主持的时候 可能只是走流程 背台词 但是后来慢慢地 会挖掘新人的一些故事 然后帮他策划一场 真正属于他的这样的一个婚礼 然后我们都会被他感动到 您可想而知 现场的亲朋好友 肯定一定为这场婚礼打赞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大舌头IT男 汤建文是否能够晋级 恭喜你顺利进击 特别感谢 谢谢 谢谢 加油 加油 加油喜事就喝金事元 您现在收看的是 金事元酒夜冠名播出的 原来有爱婚礼金话筒 第二届江苏省婚礼主持人大赛 加油喜事就喝金事元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由 金事元酒夜冠名播出的 江苏省第二届婚礼主持人大赛 婚礼金话筒 春暖花开 我们再相逢 朝雅丽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的一名医生 上个月底 刚刚完成为期三年的远疆任务 回到徐州 本该进行休假的她 这时突然收到了医院的通知 短短时间内 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 朝雅丽就自己做下了决定 刚刚卸下行囊的她 又再次披上战装 我老公也是一名医生 我相信她能夺理解我的决定 朝雅丽的丈夫叫齐贡健 是徐州市儿童医院 重症医学科的一名医生 因为他们两人 都是在重症病房工作 每天面对危重的病人 看惯了生离死别 所以他们彼此间 更懂得惺惺相惜 疫情出现后 我就知道她肯定会要求去武汉 因为我们都是医生 每天面对的都是危重病人 我能理解她的心情 也很支持她 她这个人一直都对别人 特别有爱心 对自己却很出现条 我希望她在那边 能够做好个人防护 多吃点 然后休息好 朝雅丽和齐贡健两人 虽已结婚九年 并且已有两个孩子 可是两人因为工作繁忙 又经常因工作风格两地 所以真正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 我们工作都很忙 结婚之前也没有出空 出出空来去拍婚纱照 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拍 这是我觉得一直都觉得 亏欠她的一个地方 我想跟她说呢 就是等这次凯旋 达到春兰花开 我们去把结婚照补上 也算是我们俩的一个约定 朝雅丽说 齐贡健寡言少语 也不懂得浪漫 在一起这么多年 他们很少一起过什么纪念日 可是前几日 朝雅丽却在武汉的医院宿舍里 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 生日快乐老婆 我们都很想你 家里有我和老妈 你尽管放心 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们连婚纱照都没拍过 我觉得挺亏欠你的 等到春兰花开 等你凯旋 我们一起去补拍婚纱照 一起出去旅行 妈妈祝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简单的话语 用心的承诺 朝雅丽内心温暖良久 也生敢前行 更有力量 老师那天说 等到春兰花开 我们再相逢 我们 我和他 还有两个儿子 我们所有的人 都和春天有个约会 春兰花开 就在眼前 胜利 就在眼前